今天來到葡萄王 這是我小時候吃的產品 吃它長大的 非常的榮幸 要來訪問一下葡萄王的董事長 立刻馬上 走 歡迎收看喝了再上節目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吳宇凡 現在呢 我正在葡萄王生計裡面 而坐在我旁邊呢 就是我們葡萄王的董事長 鄭盛林 董事長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節目非常的特別 我會跟董事長做一段小訪談 而在每一段訪談的過程中呢 我時不時會拿起我的吉他 來把你剛剛講的故事 即興創作變出一首歌曲 聽起來很有趣喔 希望這首歌曲之後呢 有機會可以變成葡萄王的年度歌曲 好啊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立刻馬上來進行我們第一段問題 好 想請董事長先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你整個求學歷程 以及回到台灣接手葡萄王之後 遇到的什麼困難跟改革 我是在1995年出國 在台灣讀完武專 然後我就去當兵 那其實我的求學還算蠻順遂的 我讀在英國讀了碩士 博士 那後來在英國找工作 工作了大概八九年左右 那最早是在一個電子公司 台灣電子公司 後來到一個採購顧問公司 那回到台灣嘛 2010年那時候回到台灣 進入家族企業之後 就會突然間覺得 哇怎麼回到一個這麼中古老舊的公司 怎麼說 因為那時候公司人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E-mail 然後公司不太用電腦的 也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用電腦 不太用電腦 不太用電腦 因為我父親不會用電腦 所以我父親全部都是用紙本作業 所以那時候有什麼傳真機啦 Scanner 然後影音機 全部都是手寫的 紙本的 所以呢 那時候我會覺得蠻訝異的什麼 一個上市公司 然後竟然還會活在那種恐龍世代那樣子 因為你已經待過英國的科技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就覺得 其實它跟我想像落差很多 所以我就決定的 就啟發了我要在公司做變革的一個動力 怎麼變 開始把那個舊電腦丟掉 說不可以用這個電腦 然後換一台新的 這也都有 其實其實不只是丟掉 在丟掉之前要先教大家什麼電腦 因為他們連很多人都不會用Excel 不會用PowerPoint 哇 甚至Word也不會打 哇 凡是一起投難啦 所以那時候其實還蠻辛苦的 而且他們的抗拒力也蠻大的 對 聽起來改革的過程中困難重重 是還蠻辛苦的 我們立刻馬上來集信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困難重重的感覺 好 我想一想 董事長從英國回來對不對 對 飛了很久 飛越了半個地球 牽過了父親的手 困難重重還是要繼續走 這樣可以嗎 非常的貼近我的心聲 好 真的是困難重重 當時是困難重重沒錯 是 代表說這段音樂 有機會變成葡萄王年度的曲 應該可以 有機會有機會 好 接下來我想要請問一下董事長 在你接手葡萄王之後 因為我們需要讓年輕人更認識到葡萄王 你做了什麼樣子的事情讓大家知道我們葡萄王的形象呢 因為一開始那時候葡萄王回來我有做一些市場調查 那很多的年輕人對葡萄王就是說 是一個老字號老品牌 父母都說這是個很好的品牌 我爸媽也是這麼說的 可是大家都年輕人覺得這個品牌對他距離很遙遠 我才意識到說我真的必須要去把這個品牌年輕化 所以那時候我就做了一個品牌再造 rebranding 然後就是跟廣公司合作 然後找了新的代言人 然後拍了一些 一系列新的比較有趣的 就像我們今天的訪問這樣 你用不同的方式這樣子 對的廣告 的確就有得到年輕人認同這樣子 董事長 接下來我想要跟你合唱一下 合唱 我們喝了葡萄王的產品 像我看董事長整個人 說實在我看不出您的歲數 我可能想說您是我的學長這樣子 都可以做你爸爸 是沒錯 我覺得董事長您的皮膚啊 整個精神都很好 所以接下來我想要請你跟我們說一下 葡萄王你吃了之後 會怎麼樣 會覺得皮膚好 腸胃好 精神好 對 待會我想要邀請你跟我一起合唱 你需要我講的時候就手指過來 好啦我就是這樣 好沒問題我們試一下 好 葡萄樹枕要豐收 年輕人吃了沒有 皮膚好 腸胃好 精神好 喝了醉上你再喝一口 哇董事長您非常好 喝得很對很對 接下來我們現在公司啊 在台灣或是全世界 很推三個英文字 叫做ESG 想請問董事長一下 我們葡萄王這間公司的理念 跟ESG中間的觀點 葡萄王在台灣現在已經55歲了 其實已經過了半百 其實一個企業在台灣 能夠過半百不簡單 那我們也認為說 取治癒社會用治癒社會 所以我們其實從2013年開始 我們先一開始推CSR 企業社會責任 那國際間開始推 ESG中間大概是2017年 那我們葡萄王是2018年就開始做 立刻馬上跟上 對所以就是環境面嘛 其實舉例來講 2019年我們加入了R100 R100就是一個國際的一個承諾說 使用再生能源的一個組織 那我們當時2019年是台灣第四家 加入R100的企業 那台積電是2020年才加入 是第五家 還是要跟台積電比一下 對比一下我們比台積電早一年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就是說一些政策面啦 我們都提早蠻快的 而且其實在2018之前 就已經開始做CSR 這是整個協議中 家族協議 我們就是要來做永續 就是要永續沒錯 對 董事長接下來這一段很重要 是副歌了 要請董事長幫我們認證一下 好好好 我想想 喝了再想 就算非半顆地球 抉擇在心的不同 嫌疑中的人痛 喝了再想 不管會不會成功 謙卑的謙卑用雙手 再造成功 董事長覺得很棒嗎 很棒很棒 好開心喔 最後啊 想要請問董事長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很多年輕人 會想要走創業這條路 對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建議 給我們這些年輕人呢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年輕就是等錢 是 好那我覺得 不要怕失敗 其實就勇敢去追夢 跌倒了再站起來 再爬起來就好了 那如果說真的有年輕人創業 一次就成功 也不要覺得太驕傲 我覺得也要真的是要 排著一個謙卑的心 要保持謙卑 就像你剛剛講的歌詞裡面 講的一樣 謙卑的謙卑 那不要忘了他當時最初的那顆 赤子之心 我覺得很重要 在最後就要讓大家聽這首歌 董事長 其實我們有準備一個飲料對不對 對 是我們的公司 這是我們後來給年輕人的 power棒 謝謝大家 也謝謝董事長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